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夢想就是 你很想做到的事 是以後一定做到的 環遊世界算不算夢想 好像很涼 就是想去多些地方看多些 自己未見過的事 其實我夢想也是 集中在葡芙這方面 希望大家 可能都會在葡芙行業 發展 可能做葡芙老師 或者做翻譯員 我希望學到 畫劇的精髓 想做台前之類的事 因為自己覺得 這方面有天賦 所以就想更深一層 發掘自己的天賦 有一句經典的 電影對白說 做人如果沒有夢想 和一條鹹魚有什麼分別呢 夢想是我們 嚮往更好生活的目標 是推動我們前進的力量 為了達成夢想 我們努力地增值自己 讓自己變得更強大 而只要你敢有夢想 我們就會比對易你 和你營造逆風的方向 讓你可以展翅高飛 為配合推動學生全面發展 持續提升澳門飛高等教育的素質 促進教師專業成長的施政方向 教育企青年局每年都會在暑假期間 組織教師和學生參加各項多元化的 父愛活動 讓師生們走出澳門 曠闊視野 藉此提升澳門教師的教學水平 促進學生的潛能發展 教育企青年局早前舉辦了澳門師生暑期 父愛活動啟動禮 在師生出發學習之旅之前 為他們打打氣 父愛活動總團長梁麗局長 從社會文化師師長譚俊榮手中 接過澳門特區區期之後 轉交給師生代表 予以全體師生準備就緒 將代表澳門特區 前往不同的地方進行交流學習 並將學到的知識 運用在未來社會發展 魯柏生副局長在致詞中 勉勵各代表團的師生 透過參與不同性質的活動 吸取更多人生經驗 增廣見聞 加強自身的競爭力 建立更廣闊的人際網絡 今年的暑假 教育局和體育局 會繼續合作舉辦書記活動 今年提工作的項目 大概有400項的文餘和體育項目 有53,000多個名額 此外我們都會組織和資助 超過170個代表團 超過5,000名的師生 戶外參加體育、科普和學科的比賽 語言學習、下領營、交流和考察等等的活動 這些活動形式多樣、內容豐富 地點更是遍及外地各個城市 以及亞洲、歐洲和大洋洲等 多個國家和地區 將旅遊和學習結合的學習之旅 為師生提供了一個追夢的平台 透過旅程發掘自己的潛能 展現天賦 我今次就去到香港這個地方去學習一下畫劇 我就很期待今次這個活動 就想去看看當地可不可以更深一層了解畫劇 因為本身自己對畫劇都是初步接觸的 我也希望可以培養自己對畫劇的興趣 還有可不可以看看發掘我多一項的潛能 我這個澳洲下領營其實是很符合我的夢想 因為我想在澳洲讀大學 所以我覺得這次下領營是一個很好的基礎 因為透過這個下領營 我可以很清楚地了解澳洲當地的文化和生活是怎樣的 我參加的是澳門青少年國情研習班 是去北京的 我知道將會去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兩間大學 想看看他們的學生怎樣學習 上課的情況和和他們交流一下 看看他們怎樣可以這麼厲害 看看自己有哪裏是不足的去改善一下 最尋夢想最需要的是勇氣和行動力 有大家一起為你集氣 距離成功還會遠嗎 其實也有點害怕的 不過我覺得要勇敢踏出第一步 見到這麼多人一起為自己的夢想去喊口號 其實也很大感觸 原來有這麼多青少年人都同樣去尋求自己的夢想 所以自己也要繼續努力加油 去年去到澳洲進行教師培訓的黃老師 從學生時期已經充分把握暑假的時間 到不同的地方學習 每一個旅程他都是帶著移民出發 然後帶著滿滿的收獲回來 其實我們本身做教師 我們都會對自己教的課題 教學的方法都有很多的移民 所以我們難得去到一個這樣的地方 我們都很希望將這個移民 看看其他國家會不會有 我們一起分享 結果我們的教授也很好地幫助我們 解決了很多疑難 隨著澳門師生暑期戶外活動的正式啟動 每位成員都懷著展翅沉夢想 發放正能量的精神 代表澳門去到不同的地方 進行各項活動 與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參加者交流學習 建立友誼 並向他們傳播澳門的文化特色 夢想如果牽缺行動 就只是白日夢一場 要實現你所有夢想的方法 就是盡情享受你在過程中 所踏下的每一步 你們又準備好過一個充實的暑假沒有? 在你的影片 有甚麼人在做? 會不會說你會看到這件事 真正在想要有幾個充實的暗示 既然會不會說你會看到 這件事 是否一定會不會在那裡 也會不會說你會看到